台中已對黃姓父子不滿朋友違規闖紅燈 被警方開單 居然是爆出口挑釁遠景 遠景等到了支援警力到場之後 隨即是噴灑辣椒水 再加上了一記大外哥 當場是江人 壓制上靠帶回派出所管束 而酒醒之後 父子倆相當的後悔 頻頻道歉 黃姓男子爆出口 對著開罰單的遠景 早早挑釁 他的兒子 穿白上衣的 也在一邊綁槍 看到支援警力抵達 遠景也不忍了 先噴辣椒水 接著伸手俐落 使出一記大外哥壓制 黃姓父子擋雙手被上扣後 一改先前嚼張態度 情緒也漸漸緩和 會跟遠景起衝突 是因為他們的朋友闖紅燈 被遠景在附信路跟台中路口 攔下來開單 黃姓父子應有應久 不瞞警方群立 女性友人 情緒激動 對警方大聲叫嚣 副執導發酒瘋 想幫朋友出氣 凡被大外哥 噴辣澆水伺候 還被帶回派出所管束 酒醒後 想起脫序行徑 不知道後悔已經來不及 記者潘昕與林蝦米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